女神节是一个庆祝女性力量和成就的节日 这一天 许多人会送花、礼物、祝福和感激之情给身边的女性 表达对她们的尊敬和敬意 除此之外 有些人也会利用这个机会 来探索和欣赏大自然中那些神秘而美丽的东西 在农村 有一个小院子 它被众多多肉植物和花草所环绕 这个小院子属于一个女性团体 她们热爱种植 喜欢用心去呵护每一株植物 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的对待 今年的女神节 这个小院子里将举办一个特别的活动 她们邀请了许多教师来参观这个小院子 分享她们在种植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乐趣和收获 当天 参观者们将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 比如烟红叉紫的景天 呆萌可爱的生石花 欲镜咸定的十二卷等等 这些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 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 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香气 让人心情舒畅 在参观过程中 教师们将会听到 园艺师们分享他们在种植多肉植物时 所用的技巧和方法 他们将会向大家介绍 如何挑选适合种植的品种 如何保持植物的健康 以及如何使植物更加美丽 同时 教师们也可以向园艺师们请教自己 在种植上遇到的问题 园艺师们会耐心地为他们解答 这个小院子里的每个人都是热情、友好的 他们非常愿意与他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 最后 在参观结束时 教师们将会收到一个小礼物 作为对他们参与活动的感谢 这个小礼物将会是一个小小的多肉植物 让他们可以把这份美好和善意带回家 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女神节是一个庆祝女性力量和成就的节日 而这个小院子所展示的 也是一种力量和成就 那就是通过团结和努力 创造出美丽而繁荣的生态环境 这个小院子不仅仅是一个种植多肉植物的场所 更是一个展示团队合作和互助精神的社区 在这个小院子里 人们不仅可以学到如何种植多肉植物 还可以学到如何相互协作 如何关心和帮助他人 这个小院子也成为了一个让人感到温馨和宁静的地方 在这里 人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放松心情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这次女神节活动 不仅仅是一个庆祝女性力量的节日 更是一个展示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时刻 通过参观这个小院子 人们可以了解到多肉植物的种植方法 也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和美好 更重要的是 人们可以感受到团队合作和互助精神的力量 这将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 让我们一起庆祝女性的力量和成就 同时也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